大家好,我是武汉本地人,然后全球的华人同胞,大家新年好 我之所以说武汉话,大家也听到我的口音了 我就是为了证明,证实我是正二八经的武汉本地人 然后我想谈一下关于眼下这次疫情的一些真实的情况 作为我一个本地人,我眼睛里面所看到的最真实,最一线,最客观的情况 实话实说,不造谣,不说假话,就谈一下个人的,或者说分享一下个人的感官 首先第一点,我要说一下,作为本地人,我今年三十岁,我活了三十年 我从来没见到一个武汉本地人吃什么野味的 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武汉本地人身上 所以说病毒源是否真的是因为吃野味 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怀疑和有待商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在1月23号上午十点钟的时候 武汉市政府把武汉停止了所有公共交通 并且就是封城了吧 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这次封城的意义是什么 在23号上午十点之前哦 离开武汉市的返乡的 就是春运回家的那些大学生 流动人口,包括那些做生意的,包括那些务工的 你如何确保他们 这一批人,起码也有个一两百万吧 这是最保守的一个估计啊 这一两百万人里面难道就没有携带病毒和疫情的人吗 难道就不可能存在一个超级传播者吗 那么,那个时候你干嘛去了 你武汉市政府,湖北省政府 市长,当委书记,省委,你们在干嘛 你们是第一时间和中央通报了吗 还是说自己粉饰太平,七上蛮下 到底说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 我觉得作为一个武汉市的老百姓 或者说作为一个中国的老百姓 我们有权利知道这个真相吧 然后第三 眼下我的同学朋友 有些在医疗,医院工作上班 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消息 或者说我自己看到的 就是各大发热门诊 医患啊,已经积满了 医疗资源完全跟不上 什么意思呢 这是没有床位 就是你发热了 你一试 那个症状 他医院不收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出 这么一个王八蛋的一个程序 现在的收治得怎么样呢 得医院给你诊断之后 上报给卫生检查委员会 就是卫健委,武汉卫健委 然后武汉卫健委 给你批了之后 他才会给你确诊 才会把你收治到他们医院的 给你进行隔离的治疗 什么什么的 你不觉得很扯淡吗 我操 这样的事情 你不管换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哪怕在北朝鲜啊 我相信也不会搞成这个样子吧 人他妈的 染上这个病毒了 都可以说 是吧 人病攸关了 你这个时候你还走程序 你医疗资源不够 你他妈的就动员全国啊 是吧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就像汶川地震 就像03年非典一样 全国动员啊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 我们作为武汉水本地人 还没有看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而且封城之后 物资短缺啊 就我现在戴这个 医用口罩 这是平常便宜的 现在不能再便宜的 现在涨到了25 30亿包 一包里面就10个 你爱他妈买就买 不买拉倒 都是那种小药店里面 他们私下卖的 都不开发票的 就这样的 然后各大菜场 里面的菜已经全部 那些商贩子 他们也因为这是封城 有些不能回去 但是我问他们 什么时候能够再提供 新鲜的蔬菜 他们说现在 进菜的那个 货源已经没有了 就算他们想赚钱 想卖 都已经没有这个渠道了 去进货了 物资短缺 换句话说 我再问第四个问题啊 接下来的2月份 3月份 到时候可能 这个疫情的爆发 会更加的猛烈 你武汉市政府 该如何处理 你中央 要如何指示呢 我是一个小老百姓 我很想联听一下 然后我们的生活日用品物资 要如何解决呢 比方说 我是一个正常的病人 我现在突发了一个什么 心脏病啊什么的 现在你停掉了 所有的交通 那个枢纽 管道 所有公共交通 我该如何去医院呢 即便 我自己家里有车 我到了医院 医院里面 全部都挤满了 排队的 发热病人 有人敢去医院吗 有人敢去医院吗 简直就是无能 就是昏庸 我根本就搞不清楚 为什么我们偌大一个中国 是吧 几千年历史 都走到眼下了 21世纪了 03年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典疫情了 现在都2020年了 为什么 现在成这个样子 得了病了 发热了 疑死病人 去医院不收 不确诊 不收治 等于说 你得了这个病了 被病毒感染了 你他妈想进去住个院 想配合治疗 还得看别人的 还得主动去 还是别人 而且你要是家里 有后台有关系 你才能去住个院 你普通老百姓 没后台没关系 你他妈的 就只能回家自行隔离 什么叫回家自行隔离啊 这不就等于说 带着病毒回小区吗 好吧 我现在就是 作为一个本地人啊 我觉得眼下 我有必要 有义务 把一些很真实的 我看到的 我脑袋里想的 一些东西表达出来 在国内 你没有 没有能力 把你发一个 被删一个 所以我希望 海外的华人 全球华人 你们能看到的 是吧 我希望你们能帮帮我们武汉人 不求你 是吧 给我们捐钱 捐款 捐口罩 不求 我只希望你们能 高度注意这个 多多转发 然后引起 中国政府的注意 现在把我们湖北 十几个城市 都给封了 物资资源 全部跟不上 然后也 医疗资源 各个方面 全部都一塌糊涂 你想干嘛 想干嘛 想把我们这几千万的老百姓给搞死吗 放弃掉吗 好吧 我希望各位看到这条视频的 多多转发 一定要用舆论的压力 让中国政府 有一个意识 要承担这个责任 不然我们武汉人 我们武汉人 现在一千多万人啊 现在根本就没有能力 去自我拯救了 除了每天待在家里面 闻风上胆 得了病 或者说 有怀疑自己被感染 也没有任何方式和途径 来自我 救赎 这他妈 这世界上 还要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 谢谢大家